好多小伙伴留言问我之前视频里我相机上这个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红色的 我在街上拍照的时候啊其实也经常被问到 他们呢是L快装板 由于造型呢很像是字母的L而命名 它的原本的基础用途呢是在使用三脚架拍摄的时候呢 可以快速的切换横向构图或者是竖板构图 那如果不用这个快装板的话 相机呢就会倒在云台的一边非常的难构图 并且呢还要需要重新的调整这个云台的角度非常的麻烦 有了这个L快装板之后呢横拍和竖拍构图啊 就可以快速的切换了省时又省力 L快装板呢进化到今天延伸出了很多新的产品 在满足快速切换的这样一个简单需求之外呢 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品种 这就让选择上啊出现了难题了 所以今天咱们呢就来盘点一下我买过的这些快装板 告诉您哪些好用哪些不能买 L快装板呢分通用和型号专用这么两种 您在购买的时候呢第一个需要去思考的就是要从这两种里边做出一个选择 通用的快装板啊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用在所有的相机上 它的设计呢比较的简单只能满足基本的需求 如果您有好几台相机想换着用 那么通用的可能会比较适合您 我呢也买过一个通用的装在我这个富士XT3上面 但是啊它有个问题快装板的下半部分太长了 会挡住这个电池盒所以每次想要换电池的时候需要先把它拆下来 换完了呢再装上去非常的麻烦 通用快装板啊在使用安装的时候呢也会出现拧不紧 会前后晃动或者呢会稍微有点歪等等问题 这些小细节呢都是您在购买和使用通用快装板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 专用的L快装板啊是按照相机的型号量身定做的 自然也就不会出现通用快装板的那些使用问题了 但是呢它也分很多不同的用途和类型 最简单的呢就是这种基础款的 我呢就叫它摄影板吧 没什么特殊的功能所以呢在购买的时候 您只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它的材质是不是足够坚硬就好了 特别要注意的是呢下边这个螺丝 我呀比较偏爱这种一字的 可以用硬币把它给拧紧了 这个螺丝的质量呢差别其实还是挺大的 这种廉价的快装板呢无论是它的材质 还是下边的这个螺丝都非常的软 虽然也可以完成工作 但是呢通常寿命啊都不是特别的长 我呢这个已经不再用了 除此之外在设计上呢还分为这种一体的和这样一个分体的设计 我呢比较推荐这种一体的设计比较结实牢固 左右分开的这种啊在使用的过程中这一片会晃动 在使用全景云台的时候呢 L快装板是否牢固就会显得特别的重要了 所以这种呢集各种缺点于一身的廉价版您在购买的时候还是考虑一下 因为L快装板啊只要是您不换相机它呢是不会坏掉的 所以呢更新换代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随着视频时代的到来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起相机当中的视频功能 甚至呢是专门买来拍视频用的 L快装板也延伸出了很多专门为Vlog和视频拍摄而设计的款式 在使用的需求上呢也比平面摄影要多一些 例如我之前视频当中使用过的这个富士XS10和这款XT3的快装板 它呢就是摄影视频两用型的 除了拥有最基础的功能可以横竖的快速切换 它呢还可以为视频的拍摄提供更多的拓展功能 例如在手持的握杆上 这款洋葱工厂荔枝的L快装板啊 就多了这么一个木质的手柄 不仅提高了颜值呢 还弥补了富士XT3在手持的时候 太平拿不住的不足 XS10这台相机啊 好多人都觉得太轻了 没手感 装上这个快装板之后呢 我确实觉得好了很多 无处安放的小拇指呢 也终于找到了家 和摄像板不同的是呢 视频版的L快装板左侧呢是可以拉出来的 一呢是方便双手握住相机 可以提高稳定性 二呢是可以保护各种数据线啊 不会被碰掉或者是插不紧 我呢有一次用的就是这个廉价版的 没插紧导致声音就没路上 因为左侧这里呢会挡住 不用力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外面拍摄的时候呢 有时候注意力啊不在相机上 也会不小心把线碰掉 有了这个设计就可以避免这类惨剧的发生 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最常用的两个设备麦克风和补光灯 但是啊相机就只有这么一个热血卡槽 所以当L快装板上多出来这么一个卡槽的时候呢 简直就是太贴心了 视频版的L快装板上啊 有很多的螺丝孔 可以无限拓展您的想象力和满足不同的需求 装上各种外接的设备 相比较摄影版的简单实用来说呢 拓展和实用舒适性 是视频L快装板更重要的必备条件 您在挑选的时候呢 要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 来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L快装板 目前呢我有两台富士XT3的相机 一台呢主拍视频 另外一台呢是拍摄照片 所以啊这两种L快装板呢我都在使用 它们是目前我认为使用过的产品当中最满意的两款 推荐给和我同样在使用富士的小伙伴 感谢洋葱工厂提供的荔枝L快装板 做工很扎实 手感呢也非常的好 超级喜欢这个木质的手柄 XS10的这一款呢明显比较新 在做工上啊比XT3的这款呢要更精致 小拇指的位置呢还贴心的用了贴皮 很喜欢底座带拆卸工具的这个设计 这样呢在外边拍摄的时候就不用到处的找硬币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在旅行摄影的路上我们并肩前行 跟着我一起玩摄影